深人纺织公司白灿荣董事长11日捐赠 1400本经典好书及30万支铅笔 1万个削迁笔器给深港县西河美地区的学子 以及县内弱势家庭子女社区照顾服务学生 这些书的捐赠都是事前我们经过访试 受认学校需要的我们再去采购 所以配合县政府的深根阅读的计划 我相信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偏向学校 还有弱势学生的竞争力 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那今天这些好书主要是协助在河美区 包含河美线系深港还有河美实验学校 另外还有我们彰化县弱势的这些学子 的一个在学习上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资源 另外他更加码来捐30万支的铅笔 还有一万支的安全的小笔机 那希望说我们这些学子可以安心的学习 县福感谢前副县长科成坊居中牵线 生人纺织发挥大爱无疆的精神 慷慨捐赠经典好书 以及文具给偏向学校及弱势学生 配合县府推动的深根阅读计划 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公益频道徐世昌张化采访报道